今天的市场经济性话题我们来看的是充电 现在有一个名词叫超充 超级快速就能充好电 买电动车的买主除了考虑品牌车体安全 几乎和这个考量并驾齐驱的就是充电方不方便 这次是华为推出的全夜冷超充技术 号称一行一公里只要充一秒就可以办到 让快充变成了他们的口号 一杯咖啡满电出发 而且高海拔地区充电也没问题 中国各城市就加速了建立快充的充电站 官方也发布要推动车网互动 让电动车可以反向给电网送电 那么电动车的角色就成为了除能资源 乡线就很细拿起来也很轻 你看女生也可以单手轻松拿捏 街上充电设备 一台电动车充饱电得花多少时间 大陆科技巨头华为推出的全夜冷超充技术 号称能实现快充一秒续航一公里 哇 这速度真的快 快要赶上加油了 充电有如加油般速度 全夜冷超充最大输出功率有600千瓦 最大电流600安培 更克服了电动车高原补电需求 在川藏公路上休息区设置充电站 传统的风冷充电桩在高海拔空气稀薄的条件下 散热能力大幅下降 而我们在318穿脏超充滤栏上采用的创新全夜冷超充技术 能够在技术上有效地提升在高海拔地区的大功率输出能力 这样的全夜冷超充技术 近日广州的充电站也开始投用 能同时让68台电动车充电 每台最快5分钟就能续航300公里 大陆发展电动车阻碍之一就是充电速度 过去还被戏称充电一小时要排队四小时 现在却是一杯咖啡满电出发 大陆各地都喊出要加速建设 深圳要成为超充之城 广州是超充之都 海南瞄准超充之道 我们认为2023年应该是咱们超充的元年 头部企业充电桩的建设如火如荼 已经形成了一些规模的优势 接下来的5到7年将是超充的高速发展期 甚至是一个爆发期 超充技术解决电动车驾驶充电焦虑 带来巨大市场显力 广州一家充电桩设备工厂去年订单就成长两倍 我用于超充设备的订单 占比也从原来的20%提升到50% 我们整个生产线也进行了整个的扩产 从原来的三条生产线扩充到九条生产线 业者预估未来两三年超充站点将会大量布局 除了快速充电 大部分官方还推动建设车网互动 预计2030年要达到规模化 那么在我身旁的这辆电动车正在向电网反向送电 经过1.5小时 它可以向电网送电近30度 获取近30元左右的收益 所谓的车网互动就是让电动车 透过充放电装置反向给电网送电 让电动车成为灵活性的储能资源 以公用车为主 那么公用车每天晚上大约7点钟下班 而恰恰在我们的夏天和冬天的两个季节 也是我们电网比较紧张的时候 晚上7点到12点这个时间 可以和电网进行互动的放电 再利用凌晨0点到8点的低谷时间 给这种公用车进行充电 北京也已经有首座车网互动示范站 开始商业化运营 驾驶可以先在家里充电 办公室放电 获取额外收益 一般每天正常的工作日 深度参与的情况下 大概能放35度电 我的车的电池容量是65度电 8年15万公里 大概也就是400多次循环 可是我电池的这个放电能力 能到1000次循环以上 大陆想借由车网互动 缓解电网压力 不过这种做法牵涉到电动车 电池寿命 电价也得符合成本效益 能不能真的实现理想 成功推广 恐怕还需要时间验证 TPBS新闻综合报道